一周第一天的黎明时分 妇女们就带着预备好的香料 来到墓地 她发现墓门的石头已被滚开 于是进去 但走不到主耶稣的遗体 他们正在为这事感到困惑时 忽然有两个穿着闪亮药木衣服的人 站在他们身边 他们非常害怕 都把念伏在地上 那两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的地方找活着的人呢 他不在这类 他已复活了 你们应记得他在加利纳亚时 怎样对你们说过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在第三天复活 他们就记起了他的话 便从墓地回去 把这一切事报告那十一人 和其遇所有的人 他们是玛利亚、玛达纳、约安纳、和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其余跟他们一起的父类 都向中途门传述这些事 但他们认为这些话荒诞无契 就不相信 百多六却起来 跑到没月那里 探头拆汗 只见脸部 他便回去了 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很惊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